就派了這個能久親王率軍隊 以鼓勵的方式來接受台灣 很可惜喔 就是應該說不幸嘛 那能久親王病逝在台灣 你想是親王嘛 一定是這個皇帝的兄弟這些 所以他是比較重要的人物 於是呼能久親王病逝台灣之後呢 日本政府就在台灣 蓋了這個台灣神聖 既是能久親王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候 台灣神聖的一個萬貌 1901年的時候一個萬貌 那台灣神聖在1944年的時候呢 因為有一架飛機喔 它返航 因為當時北台灣有雙三機場 所以飛機返航到雙三機場降落的時候 雙三機場離雲三百年非常近 所以它在台灣神聖的整個消掉之後呢 一直到1945年 也就是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之後為了要快展這個旅遊 所以就在這個園子蓋了一個台灣大飯店 當然台灣大飯店啊 所以那是算是一個國際飯店 可是它規模的大 它多達只有兩層樓高 然後三十六間的客房 所以就在這地方改了台灣大飯店 然後之後呢 公政府遷都來台 在1952年的時候呢 宋美玲接手經營管理的這個飯店 於是正式更名為原三大飯店 那原三大飯店宋美玲是接手之後呢 就開始陸續的擴建 1956年有了金龍廳 1958年有了翠峰廳 然後1963年呢 有了麒麟廳 這時候台灣飯店的這個規模 大字就這樣